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烧脑神剧看不见的客人 影片开头,男主就陷入了一场凶杂案 男主的情妇死在酒店房间,而男主就在身边 酒店因为冬季缘故,卸掉窗户把守 无法在房内打开窗户,并且没有人从房门出来 种种证据显示男主就是凶手 但男主称自己是无辜的,这是一场阴谋 于是请来一位从未败诉过的律师为自己辩护 律师要了解整个事件的细节,由此进行辩护 然后男主告诉律师,是因为有人发现他和起无的关系 以此勒索钱财,才会到那个房间 等了许久后,男主说到一条 我会说出一切,来715房间的短信 男主一看,自己已经在房间了,怎么还收到短信呢 意识到这是个圈套,正准备离开时 有人打晕了自己,并杀死了警妇 醒来后,就被警察控制了 但律师察觉到男主身在撒谎 如果为了勒索钱财,怎会一分钱没有带走 律师告诉男主,不要自作聪明 我告诉我真相,没办法帮你 于是男主告诉律师,事情发生在三个月前 他告诉妻子去巴黎谈工作 实际上是在和情妇约会 回去的路上发生了车祸 被撞的男孩当场死亡 男主打算报警 但情妇很镇定地告诉男主不可以 如果报警,他们的关系就公布了 他们都是名人,都有家庭 男孩没有未来,可他们有 男主被说动了,打算开车逃逸 可车被撞坏了,无法启动 这时有个人开车路过 情妇立即将男孩放倒 并假装是车主 告诉路人是他和男主撞车了 并已经协商处理了 路人走后 情妇告诉男主必须把尸体处理掉 如果留在这儿 被发现就知道是咱们了 情妇把男孩放到后备箱 主妇男主去处理尸体 自己在这等人帮忙 男主很崩溃地把车和尸体沉入了湖底 另一边 情妇等到一位大叔帮忙 大叔将车拖到家中进行修理 等待时 情妇和大叔的妻子聊天 发现死去的男孩就是他们的儿子 情妇有些惊慌害怕 车修好后就立即离开了 回去后 情妇告诉男主 必须把这个车处理掉 并去警局上报车向失窃 之后情妇和男主约定永不相见 男主虽过着之前的生活 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直到有一天警察来访 男孩的父亲以男孩失踪报了案 唯一的线索就是他当初修理的 那辆车的车牌号 而车在男主名下 可那辆车也被报失窃 并且男主找人伪造了自己 当天在巴黎的证明 警方找不到证据 就没再调查男主 之后 男主看到电视上播放男孩的新闻 说男孩并不是出了事故 而是故意逃跑了 并从自己所在的银行 盗取了5万欧元 男主觉得不对劲 就给情妇打电话 原来情妇拿了男孩的钱包 并通用赵府的银行系统 盗取了钱 以此让警方认为 男孩还活着 是为了盗窃 伪造了失踪 改变了警察的调查方向 之后 男主的公司打开了亚洲市场 成为业界翘楚 自己经历了人生的辉煌时刻 而此时 男孩的父亲找到男主 希望男主告诉自己 儿子的下落 他知道男主肯定和这件事情有关 因为他当初看到情妇开车前 调整了座椅 说明之前有人开过这辆车 在修车时 发现车里有个打火机 然后他以抽烟为由 和男主接打火机 发现和车里的一样 也更加确信 男主和他儿子失踪有关 但没有证据 无法定罪 然后男主平静地度过了一个时段 突然有一天 男主收到一个以男孩名字寄来的信件 并威胁他和情妇去那个酒店 不然就把事情说出来 男主怀疑是那个路过的司机干的 但律师告诉男主 这个说法漏洞很大 无法说服法官 然后告诉男主 故事或许是这样的 你收到的信件是男孩父亲寄的 为了搞清楚你和情妇的关联 才威胁你们去酒店 然后拿了情妇的手机 而选择这家酒店 是因为男孩的母亲 正好是这家酒店的员工 他利用妻子在酒店工作的原因 拿到了打开窗户的工具 并提前到家的酒店 藏了起来 等你们到达后 用情妇手机给你发了短信 然后借机打运你 杀死情妇 从窗户逃了出去 而他妻子在帮警察打开门后 偷偷锁好了窗户 变成了密室 男主听了这个确实是个合理的推断 但这样男主就必须承认 与男孩失踪案件有关 律师镇定地说 听我的就没事 车祸当天是情妇自己租的别墅 而你在巴黎 他自己出了车祸 并处理了尸体 在家的男孩因盗窃而逃亡 也是他一手策划的 你去酒店 只是因为情妇找你帮忙 只要再将情妇和死者尸体关联起来 你就可以完全脱身 但现在我们要先找到尸体 做好手脚 然后男主交代了尸体的位置 并开始由衷佩服律师 还告诉律师 其实他一直知道 凶手就是男孩的父亲 之前说谎 都是为了测试律师 是否足够有能力 这时 男主还告诉律师一件事 其实 那个男孩没有死 但由于情妇已经逼自己走到那步了 自己别无选择 这时 律师很愤怒地对男主说 我能帮你免除牢狱之灾 但挽救不了你的本质 事实的真相并不是情妇主导 而是你 如果是他主导 你会救那个男孩 但你没有 所以律师讲出了真正的故事 当时出了车祸 情妇讲报警 但男主不允许 并主动处理了尸体 拿了男孩的钱包 利用自己的人脉 伪造成道歉逃跑 是情妇被迫陷入这种困境 没有退路 开始良心不安 并患上了焦虑症 情妇觉得自己能做的 就是告诉男孩父母真相 并用钱补偿他们 但情妇知道男主不会坦白 所以伪装成有目击者 进行啰嗦 把男主骗来提前订好的房间 怕男主不来 所以用自己手机 设置了一条电视短信 男主到后 情妇告诉男主 他想把钱留下 然后去自首 男主听到情妇的想法 争吵了起来 而这时正好收到那条短信 因为如果真的有第三个威胁者 肯定知道他们已经到房间了 就不会再发这条短信 所以根本没有看不见的客人 只有男主和情妇两个人 男主发现这一切都是情妇设的圈套 自己逃不掉了 于是狠心杀死了情妇 然后发现窗户打不开 门外也有人 所以故意制作了当时的现场 男主被带走时 发现男孩母亲 就是这家酒店的员工 就想到了嫁祸男孩父亲的方式 进行辩解 男主找女律师 只是为了再次确认这个方法 男主看到律师 完全猜到自己的想法 觉得律师也值得完全信任 也承认是自己杀死的情妇 此时 男主的另一个律师打电话过来 女律师让男主去接电话 自己出去透气 然后女律师走到男主对面大厦 对着男主卸了伪装 原来这个女律师 就是男孩的母亲 消失的个人不是任何一个人 而是谎言 谎言把一个不存在的人 描述得栩栩如胜 把一个盗帽爱人的伪君子 说成是被逼无奈的受害者 但还好的是 正义会知道 但不会缺席 这部影片可谓是细节推理神作 几乎每个细节都有伏笔和暗示 作为悬疑片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关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